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孩从小被狼群养大 最后战胜了百兽之王的故事 一天,黑豹巴西拉救下了一个婴儿,把他带回森林 并将他托付给狼群受养,并取名为毛克力 狼群对他呵护至极,黑豹也当起了他的导师 教他如何在森林中生存 毛克力在狼族中过得十分快乐 几年之后,森林开始变得干旱 干河的露出了和平盐 这代表着休战时期开始,所有动物都要和平相处 这天,动物们都来到了和平盐旁边喝水 毛克力也跟着过来 正当他用人类的方法取水喝时 被狼王阿克拉制止 称这不是狼的所为 此时老虎谢力出现了 并且发现人类毛克力还被狼族收养,顿时大怒 狼王立马用森林法则干旱剑震慑住老虎 但老虎也发誓 等雨季来临结束干旱 他仍然要杀掉毛克力 很快雨季来临了 一向团结的狼族也因老虎要杀掉毛克力的事件起了纠纷 老虎可是百兽之王 狼族没有能力与其抗衡 毛克力也为了不让狼族受到伤害 主动提出离开 虽然互相不舍 可是也很无奈 由黑豹护送他离开 可在途中就遭到了老虎的袭击 他趁老虎和黑豹打斗 连忙混入水牛群中逃走 空手而归的老虎来到狼群里 逼迫他们交出毛克力 最后他恼羞成怒 杀死了狼王 同领狼群 而毛克力此时遭到了泥石流 被冲到了河里 又闯进了巨蟒卡奥的地盘 巨蟒告诉毛克力 老虎为何要杀他 有个人带着他的孩子在旅行中 遇到了那只老虎 他杀死了人类 自己也被红色的光所伤 那就是人类制造的能毁灭一切 而毛克力就是那样幸存下来的孩子 正当巨蟒 要吃掉毛克力时 被一头熊巴鲁所救 熊让毛克力爬上高空 给他采蜂蜜 以此作为回报 还他人情 而毛克力用人类的方法 帮他获得了很多的蜂蜜 黑豹也赶来 让熊和他一起 护送毛克力回人类的村子 晚上 毛克力还用人类的方法 救了陷入泥潭的小巷 毛克力借一向不允许 他用小计量的黑豹走来 因吐气一人在大树上待着 忽然又被一群星星 抓去了一根山洞 见了一只体型巨大的星星 路易王 他想统治森林 便以能保护毛克力为好处 让身为人类的他去寻找火种 可他并不知情 打算逃跑 熊和黑豹也赶来 急翻周旋 路易王被倒塌的建筑活埋 毛克力逃了出来 但也得知了狼王被老虎杀了的消息 他前往了人类的村子 拿走了火把跑向森林 可不小心点燃了森林 当毛克力举起火把 想和老虎对抗时 老虎开始微眼耸听告诉大家 毛克力会毁了整个森林 所有的动物都离他远远的 他熄灭了火把 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老虎见状立马扑向他 熊冲上去与之搏斗 但无奈他不是老虎的对手 所有的动物们蜂拥而上 黑豹拦住欲往前冲的毛克力 告诉他你得用人类的方法 毛克力爬上了一棵死树 绑上了藤条 而另一边老虎也咬伤了熊和黑豹 追来了 老虎也爬上了树 他扑向毛克力 而毛克力借着藤条 跑到了另一棵树上 老虎脚下的树枝断裂 最终掉进火海身亡 最后毛克力让大象用树 引来了水源 熄灭了大火 一切恢复如初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